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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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我现在吃到别的拔雨色 吃不到 鱼的排鱼的排鱼就烧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准备好应激的西红柿 洗干净控干水分 在烧开水的锅中略微蒸烫 剩下的黄土高原 绿海茫茫半青半黄 倒立饱满粒粒珍珠 一片油绿丰收再往 片刻之后将已经蒸烫好的西红柿捞出 置于盖上等待冷却 随后剥掉西红柿皮 内部汤汁挤入盆中 也有用叉子擦碎的方法 庄家人使用的这个漏斗 也做别名为油溜溜 一勺勺咬入筷子戳汁 就用这样的方法置入玻璃瓶中 扎好瓶口继续冷却 次日再次蒸煮后 置于阴凉干燥处 到了冬天就可以食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冬天也有新鲜的西红柿 山北花蒸羊柿子 还依然在这么做的人 别越来越少 致敬昔热的生活 只为更好的明天 字幕志愿者 杨栋爱